字幕志愿者 推荐你今天最适合的餐點 芝麻醇焦麻香 一口接一口 让你爱不释手 快来点餐吧 你知道最近风靡日韩 明星来台必吃的是什么吗 来晚必比登推荐的 双月爱恨焦脂面 芝麻醇焦麻香 一口接一口 让你爱不释手 快来点餐吧 would you like to eat let me recommend some delicious food for you I want some chicken soup 我们不是只是去做 这个AI的产品 AI最大的是说 最后要用在哪里 要产生什么样的 这个冲击或贡献 这个才是AI真正想要 那这个讲个比较白话文嘛 就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 像这个一般的商店里头 或餐厅里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找不到服务人员 那找不到服务人员 你餐厅就很难开啊 或者高尾部酋长 他找不到赶地啊 所以他就没办法提供 这个服务给客人啊 所以人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很多人担心说 人工智慧打入会不会强调很多工作 我说不会 因为我们都是优先把人不愿意做的 或是做不好的 比如说常常做不好 会品质问题的 或是太重了 做起来会很伤身很累 他当然就做不好 那这些都通通由机器手臂 机器人 加上人工智慧 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对产业相辅相成 是解决问题 不是创造问题 它是瑕疵检测嘛 可是其实那个金属看起来都很类似 肉眼也很难分辨 机器要怎么做到瑕疵检测 比人类更高端的 然后误差又很小 它主要的话 因为它里面还会有一个检测盒 里面有透过光源啊 然后会 它会抓取这个影像的部分 它会符合它说去瑕疵检测这样子 那它就会判断说 分别说那个光源 我们的差别 然后去检测说凹陷那些部分 这样去回传资料 那它这边会做辨识 走多了四十多个年头 Computex台北再度以全新的风貌 展现在全世界的眼前 今年以Connecting AI为主轴 包含了人工智慧 还有绿灯永续 以及创新等等议题 结合了九大巨头 希望呢 一次把台湾的量能再度的往上冲 再登高峰 以上是刘思琳潘玉泉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哈喽我是林传沛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